在中国想上厕所是随时的事情 不管是在哪个城市总是遍布着公共厕所 而在印度想上个厕所可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大家都知道 印度的脏乱差在世界上都是出了名的 火车也有传说中的挂票 现在连上个厕所都很困难 让我们着实对这个国家的好感提不上来 为什么印度上厕所难呢 其实因为印度的厕所少得可怜 一个随意在大街上都能看到 妇女抱着小孩入睡的国家 你可不能期望这里随处会有公共厕所 众所周知 印度的经济非常不发达 连国民的基本温饱都成了问题 所以家中为了节约地方 往往不会修建厕所 那么厕所都修建在哪里呢 印度的厕所一般都会修在很远的地方 而且是露天的 本地人往往也要走上很久 才能找到一个公厕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跑那么远去上厕所 在人烟稀少的地方 很多人会选择就地解决 安全问题上男人还好 女人可就不一定了 印度是一个抢奸率非常高的国家 女性在这个国家不受别人的尊重 所以这种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安全 但再注意也不能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到现在发展成了 印度女人尽可能的减少去厕所的次数 如果实在不行要去的话 也都是几个女人结伴一起去 这样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人多力量大 还能有反抗的能力 想想中国的妇女通过国家的政策和普及 得到了男性一样平等的生活条件和他们的尊重 而印度的女人时至今日 仍然没有摆脱束缚和自由的枷锁 被印度男人肆意践踏伤害 当时也让我们深思 这样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健康的发展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